Hello,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自从公布恋情以来,吴奇隆刘诗诗就是娱乐圈内公用的模范情侣 婚后二人更是低调恩爱不作妖 如今二人又迎来了爱的结晶,正是不幸福的新阶段 大众的祝福源源不断地送给两人 然而就在这一片和谐中,吴奇隆妈妈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却显得格外刺耳,之前外界都传,时时生不出来 给了他们很大压力 千秒淡写间就把生不出孩子的锅扣在了儿媳妇刘诗诗头上 看来在我妈妈心里,刘诗诗名誉是否受损,对她来说并不重要 只要能帮自家儿子澄清留言就行 在网上随手搜刘诗诗诗与吴奇隆妈妈分年字 显示的都是婆婆对儿媳妇痴不怀孕的各种看法 当初,刘诗诗选择嫁给吴奇隆,许多粉丝是为她感到不值的 两人不仅有着17岁的年龄差,吴奇隆还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当年正处于事业上升纪的柳诗诗诗嫁给吴奇隆,可以算是下嫁了 然而面对有钱有言有年轻的柳诗诗,吴奇隆妈妈显然没有意识到 吴家能娶到这样的儿媳妇简直就是娶到宝 婚姻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影响太大了 好的,婚姻会让你一辈子生活幸福 这个定义里不仅有丈夫对你如何,更是有婆婆对媳妇的态度 遇到一个好老公是好运气,遇到一个好婆婆是好夫妻 无论如何女孩子们一定都要明白这个道理 嫁人就是嫁一个家庭,选择婚姻千万要擦亮眼睛 否则吃亏受苦的,只有自己啊 对此注意什么想法吗,欢迎在下方庭论 好了,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收藏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